妈妈好开心啊 笑颜来看你啊 妈妈笑一个耶 耶耶耶耶 笑一个好开心啊 要放屏吗 啊 需不需要放屏 不需要是吧 不需要放屏是吗 妈妈这个是刘老师哦 妈妈 妈妈这位是刘老师 我请刘老师来看你 帮你弄得更舒服一点 好不好 妈妈 现在是要准备这个 因为病人啊 一般来讲神经传导比较差 是 那我们用频率仪 频率仪就是一个 频率仪的频道是属于神经传导 是 那我们来唤醒他的神经 唤醒神经 对 因为唯有唤醒神经 才会有办法提升他的治愈 哦 不按的话是没有办法 是 那因为我们用手按他会太痛 是 用这个机器 它很均衡的方形 好像马萨基一样 是是是 但是这个马萨基之中 就是我们的神经传导比较 是是是 那我们刚才 等一下几个指标意义 第一个 我们要脚让你很轻松的放在一起 是 因为中病人最后的瓶颈 第一个就是脚没有直 对 现在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背弯 是是 当我们一个人不要背弯 正常的人也没办法走路 是 对不对 脚没有直 它没办法跨出第一步 是 所以平常要摆平 是是是 我们平常要让他摆平花很大精神 嗯 嗯 要花好好 十几分 不摆平可以 不摆平可以 不是我是说 你你你你 你你 因为啊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翻身 他不会翻身 他不会翻身 还好 对他不会翻身 一翻身的话就要绑脚 哦哦 哦 绑脚保护他的宽关节 是 不然的话 他宽节一移动 最后变成这样 是 当我们抱他下来以后 他是这样 是是是 这样的话 正常的人也没办法走 或者是这样 哦 怎么走路 是 哦 假设他会翻身 是 他一定是最好的姿势 是 然后我们要秉除他最好的姿势 是 要秉除最好的关系 就是让他最不舒服的姿势 就是他肤健的姿势 哦 人的本能就是往舒服走 是是 那舒服的话一定是又收又怎样 是是 包括手 越来越越越这样 是是是 好 等一下稍微翻一下 需要放平吗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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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要放这边 放一块 诶 诶 可以坐起来吗 他不会坐 好翻一下 可以 床 床要 OK 那麻烦你帮我把摇高 是往前 他上面有写 对哪写 他上面有写 摇高 你帮忙摇高一下 摇高 他说要摇高 他说要摇高 诶 诶 诶 刚好 这边有一个 脚也翘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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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不会滑 哦 脚也翘高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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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聪明 刚好吗 这样可以了吗 你要让它不滑掉就好 好 可以可以 好的可以了 贴方便吗 贴什么 贴个贴布在这里 没问题啊 你 你 你 妈妈要跟你贴个贴布哦 他因为他会流口水 所以 哦 没有 流口水 嗯 啊 还是 拿出来可以 他会流口水呢 他躺着没有 流口水 跑出来 哦 你说 可是我平常给他坐在椅子上 也会流口水啊 对啊 对啊 没关系了 躺着没有啊 躺着没有啊 哦 哦 可是他现在坐起来了 坐起来了 现在要贴个贴布 贴在什么位置啊 贴在我们的肩甲府 肩甲府后面 肩甲府那边 啊 肩甲府 高荒的地方吗 不是高荒 高荒边 高荒的边边 对 因为他专门在控制我们整个手 跟肩膀 哦 会很舒服 哦 那这个又是贴哪里 两边是一样的 哦 两边 不可能说一边很好 平均的哦 是是两边都不好 是 好 妈妈跟你贴一个贴布哦 哈 贴个贴布 哈 贴个贴布 这个是贴带 这个贴带 这个贴带 这个贴带它的那个 现在要贴它的 肘 肘 肘 让它软 这个肘 肘要软 要软它 然后我们再弄它的 那个水比较方便 哦 我们透过了先 这本来是要用压的啦 压了的时候 它会感觉要痛 然后 我妈妈九十岁了 嗯 嗯 那吼 嗯 弄得就会很舒服哦 哈 啊 这跟电疗有没有关系 哎不一样 这我们是频率 是什么 频率 频率 对我们重点是频率 它会稍微发出这个 那个波频 哦 那波频 这个波频就是我们脑波的波频 哦 那透过它跟脑波产生共振 反正治医力来处理这些问题 哦 这样 而不是他们单纯 只是给它 刷通的疏法 哦 如果 只是刷通疏法的话 意义不大 哦 哦 这个我听说是中杰中老师 中医师的发明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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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 你们从脚 往左 这个我来 那是热敷吗 对 让它尖稍微有点松 哦 帮它弄纸 比较方便 这就是中节节真道 现在这边做的是节真道的部分 这个好像是我刚刚按的其中一个点 这是太充电 会痛吗 忍耐一下 是那边 会痛就代表它神经传统 如果完全不痛的话就完了 能够承受的范围 它这边是没有中风 这边要开大一点 让神的神经传导叫醒 是 妈妈要叫醒你的神经传导 以后会走路了 哈哈哈 那边有凳子拿给刘老师做好不好 对对对 在外面请他们找一个给金秘书做 金秘书长 麻烦你 可以坐着说 哎 真的吗 82岁了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个 他学了四十几年 他学四十几年 中医师周杰有高 这个杰尊倒有四十几年 他认为老师跟一年多了 他之前是在广州南部中医师执照 哦真的 他认为这一套派 真的能够帮助很多人 哦是 所以他实际上中医师执照有四十几年了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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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脚趾头看到有翘起来 那脚步还算灵活 还算灵活 但是他不会动 他不会翻身 这样就不错了 这样不错 啊 能够能够他有反应就相当有救 是是是 都能动 因为他最主要是 是所有的筋都奔紧 所有的筋都奔紧了 哦是 所以所以才会给你那种 反应很好 反应很好 哦 平常我们去做电疗的时候 他的手也会这样翘起来 手会翘起来 哎 但是我没有 因为他穿着鞋子 所以我没有 发现他的脚趾头也会翘 哦 脚趾头 大拇指 看起来大拇指 哎 右边没有翘 反而是右边没有翘 哎 不 右边有翘 左边没有翘 知道痛就好了 哦 知道痛就好了 哦 啊 不会动 嗯 没关系 做你的 那忍耐一下 哦 哦 哎呦 哎 你会发现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高的营料 哈哈 他的整个水平啊 气色就开始变 哦 我们早上做一个九年的 做九年 中风九年 哦 做好了就做一次吗 做了好多次了 做了很多次 一次比一次进步 哦 哦 那做了几次呢 你说可以走路 做了 因为他 九年比他 沉重 我们做了 一年多 哦 一个月 一个礼拜一次 哦 所以做了52次了 哦 那从什么时候 开始可以走路 当我们做 三四个月 就开始 哦 哦 知道痛就好了 好啊 忍耐一下哦 OK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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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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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会讲一些东西 但是听不懂 那可是我们有一次 有一个朋友说 他听懂了 就说太冷 好冷 要好冷说很冷 那次你也听到 是好了吗 听你说的 你说他说